中方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 昨天发生在伊朗首都德亨莱 对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的暗杀 这是对和平努力的公然破坏 也是对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一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肆意践踏 中方对这一事件可能导致第七局势进一步动荡 深感忧虑 时至今日 袈裟冲突爆发持续已近300天 造成了近4万人死亡和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 安理会第2735号决议通过已经两个多月 停火协议谈判却迟迟未能取得进展 与此同时 冲突的外溢效应加速显现 离已续已红海 警报频频 中东局势微如雷软 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切 面对严峻现实 当事方应该顺应国际社会 停火指导的呼声 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 积极配合 支持国际过选努力 为推动局势降温 恢复地区和平安宁 采取切实行动 而不是一意孤行 不断采取挑衅冒险行动 刺激事态持续升级 我们对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为 包括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部的袭击 表示强烈反对和谴责 中方重申 军事手段和滥用武力 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只会导致更大的危机